你们还记得章鱼房子吗 伙伴 伙伴 这个视频献给所有的老玩家 伙伴 这些东西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还记得蛋仔岛中的第一个小黑屋吗 那时候我们蛋仔走进去 里面有几只恐怖的兔子 伙伴 伙伴 那时候的小黑屋才是真正的小黑屋呀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相爱 你们还记得这个红色的房子吗 大家喜欢叫它章鱼房子 伙伴 伙伴 它永远拿着一本书 只不过它的书里却没有名字 伙伴 伙伴 你们还记得这个永远离开我们的章鱼屋吗 蛋仔岛广场中间 原来第一个摆件 是一个蛋糕呀 伙伴一 伙伴 现在虽然是大黄蛋 可是啊 这里第一个出现的物品是蛋糕 这些红色围栏的作用 你们还知道吗 萌新肯定不知道 蛋仔岛上以前出现过红色围栏 红色围栏被大家称为禁区 伙伴 伙伴 如果你们记得红色围栏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好吗 伙伴 以前蛋仔岛的样子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还记得吗 伙伴 伙伴 和以前蛋仔岛说句再见吧 和以前蛋仔岛说句再见吧 再见了兄弟 再见